我老公是會講話的喔 他不是亞巴喔 對對對 他很怕熱 還是你要脫掉 讓大家見識你強壯的身材 熊熊亭4月度 憲宣乃格爾婚禮 驚喊我老公不是亞巴 這麼突然 好緊張 乃哥蠻照顧我的 我其實很羨慕就是新娘有 像乃哥這樣的爸爸 像新娘跟SOA 其實我沒有到 就是有到這麼熟 但是就是也是非常的祝福他們 像有一些人會機會 懷孕不能參加婚禮 然後我就問乃哥 乃哥就說什麼年代了 當然是喜上加喜啊 所以今天就希望可以 一個孫子就開心成這樣 希望他多子多孫 新娘趕快多生一點 妳的遇產期大概是什麼 我遇產期是2月過年的時候 然後呢 我現在月子中心跟保姆都還沒有找 我很崩潰 哈哈 我不知道農年的小孩 這麼的popular 這麼難找 跟他說 美金沒有房間了 因為我太晚公開了 我不知道4個月公開算晚嗎 哈哈哈哈 我去年趴是9月在山上很遠 然後在山上 在山上 在萬里 10月14日會公開 他其實一直都很照顧我 你會不會很實話 你要不要講一點話 我老公是會講話的喔 他不是亞巴喔 對對對 嗯 他很怕熱 他很怕熱 還是你要脫掉 讓大家見識強壯的身材 哈哈哈哈 比如說像之前我懷孕打針的時候 是他每天幫我打針 然後幫我放那個泡腳水 然後我不舒服的時候 然後我老公會幫我按摩 工作到晚上11點 然後就被我老公罵 我老公說 你下次回國回來 不能排成這樣子 太忙了 哈哈哈哈 他快樂 他快樂 會好一點 因為太多人都很害羞 通常都是互補 就老婆很吵 老公就會很安靜 所以你有開始在學 到底有什麼位置 我媽以前就是帶小孩 帶小孩 所以我不太會緊張 我打算 因為我現在就是 開一個YT的企劃 然後就是打算邀請六個來賓 六個前輩來教我們如何帶小孩 第一集來賓就是 最近剛出寫真的何宇文姐姐 對對對 之後再找楊祈鈺啊 找一些演藝圈的前輩 小孩 不是每天的企劃 那我就會一直在說 第一集合 第二集合